长辈拉着弹力绳 嘴里哼着童谣歌曲 或是左手互动换右手 还有边拉绳边抬腿 这可是由物理治疗师温雅婷 所设计的弹性带小游戏 帮助长辈们运动又动脑 虽然有点累 但是也玩得很开心 温老师强调 传统的弹力带比较枯燥乏味 藉由多样的变化与使用 让长辈能够简单方便的使用 不只训练肌耐力也能够动动脑 以前做鞋子 手也会有天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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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做关系 关系就不好了 有啊 都很好啊 来这就是让你挡头脑 挡手挡手 稳动 比较老人痴呆 弹力带很单一个方向拉 会让长辈觉得很枯燥无味 那因为现在疫情也比较解禁了 所以我们运用团体活动 大家一个团队一起拉 一厢互相合作 互相激励的方式 那用这种方式 让长辈又有趣味性 长辈动起来也开心 长照站曾有站长表示 站内每周一到周五 天天都有课程的安排 下午也有课可以学习 甚至也有午餐的供应 让长辈吃的健康营养 又有动静态的学习课程 一般来说 弹力带都可以帮助激励 激耐力 这些部分 我们刚刚还有请他们 把脚举起来 其实相对的核心的力量 我们也一并帮老人家训练得到 那用我们两只手拉弹力带 有时候在口令上 会叫他们右手或左手 其实他也是训练到 听力 然后两只手的左右协调的动作 我们是北山巷弄西站 那一个星期共餐五次 都中餐 有的要留下来的下午也有 国兴乡北山巷弄西级长朝镇 经营有成 这次邀请美门口物理治疗所的 温雅亭物理治疗师上课 让长辈使用弹力带增加积耐力 也激荡脑力活化 增加上课学习的动机与乐趣 记者曾光佑 国兴乡采访报道